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安迪·佩德罗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幸溺水而亡 然后又活了过来 他能够准确地记忆他死亡以后发生了什么 在经历了这段宾死体验之后 他一度很困惑 他非常害怕别人知道他的这段经历 他感到很悲伤 因为无论他怎么努力 他都无法忘记他曾经拥有的死亡经历 直到25年以后 一本书帮助他走出了困境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安迪·佩德罗所拥有的不寻常的经历 1955年 安迪在高中毕业的前两天 参加了高年级举办的一次大型户外活动 那天他们在密西根的湖边野餐 吃完午饭以后 他和同学们在一起玩耍 之后他看到几个朋友 在距离他大约50到100米的湖中的一个平台上 向他招手 让他过去 当时安迪并不想下水 因为湖水太冷了 可是架不住朋友的一再召唤 所以他还是跳入了水里 奋力地游着 没想到游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下腹部开始筋软 腿也在抽筋 他猛烈地击打着水 之后他被水呛倒 身体开始下沉 这个时候他彻底的慌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头露出了水面 他四下看着 看到他的朋友坐在平台上 可是他喊不出声音来 因为他的嘴里喉咙里都是水 他向朋友招手 告诉他们自己要不行了 然后他看到他的朋友也在向他招手 后来呢 安迪再次落入水中 他往下沉着 越沉越深 也感到光线越来越暗 之后就是一片漆黑 他感觉他的脚碰到了水草 他知道他已经沉到湖底了 而且发现自己是坐在了湖底 忽然他感觉有希望了 因为他是坐在湖底的 所以他觉得自己可以借助湖底的力量 用力往下一撑 说不定很快就可以到达湖面了 他开始用手向湖底一推 可是没想到更糟糕 他被水草给缠住了 他拼命的挣扎着 试图摆脱那些水草 但是他怎么也做不到 这个时候 他感觉自己可能真的要死了 忽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声音 他也不知道这个声音来自何处 这个声音跟他说 安迪 你需要停下来 休息一下 当时他的心里在想 你是不是疯了 我怎么能停下来 我需要至少能呼吸一口气 一口气就行 那个声音继续说 安迪 你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你要放松 放手 这是安迪心里在想 好吧 如果我放手的话 你可以答应让我伸到湖面吗 那个声音说 如果你放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安迪继续问 你能保证做到吗 那个声音说 我保证 之后安迪说 好吧 我放手 就在他心里说着 我放手 这句话在他脑海中刚一形成 他感觉自己就从身体里出来了 安迪说那是一个没有时间的时刻 刚刚还在自己的身体里 瞬间他就在一个隧道里了 刚刚还感觉浑身冰冷 瞬间就感觉很温暖 刚刚还无法呼吸 祈求能得到一口气 瞬间他完全可以自由呼吸了 他感觉自己充满了喜悦 充满了爱 他是瞬间从极度的恐惧变成了极度的狂喜 没错 他感觉太幸福了 低头一看 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他感觉太有趣了 尽管水里很黑 可是他还是能看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他发现 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 因为他知道地球并不是他的家 之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隧道里 看到远处有明亮的光 他感到自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 在隧道中穿越 离那个光也越来越近了 突然间他已经完全不在隧道里了 而是在一个巨大的球体里 他形容说 那个球体像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他在球体里盘旋着 可以从球体的各个面上 360度角的观看着自己人生中 经历的每一件事 而且他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任何疑惑 那个光就陪伴着他 当安迪开始专注某一个屏幕时 他开始重温那一刻时 他可以感受到那一刻 那些在他周围的人 他们的感受 以及他对那些人所产生的影响 比如有一幕 是他跟家人在一起聊天 他可以感受到 当他和家人说话的时候 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是可以隐藏的 也没有什么是未知的 一切都是透明的 没错 这个安迪看到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人生 有做女性的 有做男性的 还有在其他星球上的生活 似乎一切都很短暂 突然他又回到了隧道中 听到光的声明跟他说 安迪我爱你 安迪我们爱你 之后背景马上就变了 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光的生命 他们都在说 欢迎你回家 在那一瞬间 安迪感觉被光所吸收 他也变成了光 成为了光的一部分 成为了这个喜悦的一部分 你别说这种感受真的是太美妙了 后来还有人问他说 说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问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事 他说我当然没有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都知道 是啊 安迪还说了 光其实也很有趣 当他在大球体中 回顾他的生命历程的时候 光有一种奇妙的幽默感 光的笑声也很有趣 光说安迪 看看你有多难过 你知道你在地球上不会待太久的 那你为什么不放松呢 地球上的生活不是真实的 就像是一出戏 就像是一部电影 地球上有800万演员 他们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他们穿着不同的服装 有着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性别 戏演完了 你就回来了 何止800万呢 都说我们来到地球是为了体验 是为了学习 体验你在那个境界中无法体验的事情 学习你在那个境界中学不到的东西 这个安迪也说 在光中的时候 你知道一切 但是你无法体验 所以为了体验 你必须要降低你的振动 然后化身 出生在这个地球上 我想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振动频率 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体验 当完成了剧本里的那个角色之后 你就可以离开了 回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地方 是啊 后来啊 光对这个安迪就说 你必须回去了 安迪说 不 你找错人了 我不回去 光又跟他说了一遍 安迪 你要回去 安迪说 我没有理由回到这个地球上 就是说回到那个星球上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当安迪第三次听到光对他说 安迪你要回去了 他感觉自己瞬间被塞回到了身体里 之后呢 他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 有人正在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水就从他的肺部排出来了 安迪认为 瞬间就被塞回了自己的身体里 这对他来说 是一件他最不想做的事了 因为他实在是不想再回到 这个人世间的这个身体上了 是啊 不过当这个安迪醒来以后啊 当有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安迪撒谎了 他说自己啊 当时是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记得了 没错 安迪他没有把他自己的这段 独特的经历啊 告诉任何人 因为他知道 没有人能够接受他的故事 但是啊 在湖底的这个感觉 他记得是清清楚楚 在光中的这种喜悦 他永远难忘 只是他隐瞒了这种感受 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自从溺水的事发生以后呢 安迪经常是在半夜醒来 因为他脑子里不断的在回忆着 他所看到的那些奇怪的文字 还有图像 他感到有一种无法言表的力量 在迫使他拿起这个笔 写出他这段经历 25年以后有一天 安迪出差的时候 在机场看到了 Raymond Moody写的一本书 叫《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 就是Life After Life 他只是看到了书名 还不知道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 他就把这本书给买下来了 没错 他的潜意是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什么 是啊 当他从机场回到家以后 当天晚上他就开始阅读这本书了 一直看到凌晨三点 他一边看一边流泪 因为他知道 二十多年前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 原来是属于宾思体验 都是真的 不是他有问题 而是人们对这种事情的认知失掉了 对 宾思体验这个词 就是穆迪博士在1975年出版的 《死后的世界》这本书中首次提出来的 书中通过150个宾思体验的案例 总结出了15个宾思体验的共同元素 这些案例的分享者都是经过短暂的死亡之后又活了过来 在之后分享了自己的宾思体验 所以啊 这安迪看了《Rimond Moody》的这本书以后 他很激动 他知道自己不是异类了 他曾经经历了可怕的25年 一直害怕被人认为他是疯了 现在呢 他不害怕了 因为都有人把这样的经历写在书上了 而且呢 是很多人都跟他有类似的经历 不光如此啊 现在他知道了回家的意义是什么了 所以呢 他感到很快乐 因为光告诉他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体验快乐 每个人存在的原因呢 都是为了体验快乐 对啊 安迪认为啊 所有人都是一体的 当他让别人快乐的时候呢 他就是让自己快乐 当他恨别人的时候 也是在恨自己 那如果他伤害了别人 他说那就是在伤害他自己 都说我们做的这一切啊 就像是水的这个涟漪 你怎么对待别人的时候 最后呢 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还真是这样啊 那现在安迪想做的呢 就是要尽一切可能 让更多的人知道 白地球的目的是什么 他想告诉大家 每个人的口袋里 都有一张回家的票 因为地球只是让你来体验 来学习的 之后呢 你还是要回家的 没错 那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 您的口袋里那张回城的票 玄乎 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